歡迎大家來到泰山自主 我們拍攝一段影片 都是記錄一下自己 很久沒出過國了 現在來到機場了 時間是晚上10點左右 早了一點點 希望Check-in得快點 誰不知Check-in也是一樣 不需要十分鐘已經完成了 我有一點興奮 縱然我是有點不捨得我的老婆子女 但是我仍然心情很興奮 可以出浮的 好 那我們現在入閘先 今天很開心 有一個Lounge我可以去到 這個Lounge我是未去過的 儘管看看是甚麼來的 就是這個Lounge 哇,第一層 我是未來過的 這麼難得進來這個第一層Lounge 我當然要馬上去吃東西,對吧 現在我聽聞這裡很棒 很漂亮,他們告訴我 我現在馬上去看看 到了… 好,我們現在進來坐下來吃東西 如果你有機會去不同的Lounge 你就會發現 其實這些Lounge 你進去都差不多要跟著搶東西吃 很多人都好像很餓 燒賣、蝦餃、所有炒麵 也不知為何平時都不會吃 那天就全都吃了 但今天我們來到這個 第一層Lounge 真的很幸運 有這個機會 我來到這個餐廳 他就說,你先等等吧 那他怎麼了 我要帶你過去坐 原來這裡是餐廳的吃飯 是餐廳的 即是你不用搶,是要求食物的 Lounge 我覺得很棒 我還沒試過 很開心 真是,馬上看看有甚麼吃 好,看看了 這個主餐牌 頭盤有雜菜湯 這些 好像… 紅油抄手 也不錯 也不錯 然後這些 這個,國泰精選 我想我還是要點這些 喝東西方面 有很多東西選擇 有香檳 然後還有… 有白酒,有紅酒 有… 全部都是可以… 就這樣叫來喝的 就提醒你敏感的東西 喂 有餐牌,要點東西吃的 真的 先點東西喝吧 乾杯 喂… 我點了一個叫Ginger Forest的飲品 不錯,挺漂亮 真的不錯,有薑味挺好喝 點了喝東西之後 我們就等待吃飯了 我點了甚麼 你待會就知道了 晚上不要吃那麼多 我們喝杯飲品之後 吃點水果 然後… 雲吞麵 紅油抄手 就是我來到吃的東西 哇,真棒 好了,我不客氣了 吃東西吧 雲吞麵 嘗一下紅油抄手 嘗一下味道 也不錯 酸酸辣辣 也不是太誇張 最棒的就是 它有些 脆米在上面 看見嗎 挺好的 究竟是 第一層是這樣的 還是它這個紅油抄手 普遍是更新的呢 我都吃過的 即是在Lounge那裡 但現在好像很美味了 這個紅油抄手 加了一些脆米 我覺得是值得一讚的 好,先試一下麵 先試一下 喂 還不錯 很壞 先吃一口湯 喂 我想說真的不錯 是好吃的 因為其實你預料到的 預期不太好 但我覺得是真的不錯的 但當然 我們想想 究竟我是太興奮 還是它真的好吃呢 我可以說 其實它的好味 都真的佔了我的心情八成 真的不錯 繼續吃東西吧 好了 我就很乖地坐下了 等著準備起飛 十幾個小時 去哪裏呢 你都猜到大概去哪裏 如果中間我也是醒到 跟大家再報道一下 我吃什麼的話 沒問題的 OK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看看我吃不吃醒了 OK 看見不見到 好 終於到了步了 但我不可以太大聲說話 因為是早上八點左右 全個加拿大都未醒 唯一醒的 就是去排隊買咖啡 而誰知道我在加拿大 來到Tim Hortons 加拿大人叫Timmy's 就知道我去了加拿大 第一件事 立刻要買一杯咖啡和Donut 真的好開玩笑 只顧著它很久 吃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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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說是Express Line 但是也是要等的 而那邊也是要等的 想不到一下機 我又回到加拿大 萬拍的生活 正呀 等了三年的咖啡 終於讓我喝到了 哇 Tim Hortons 雖然叫做Express Line 但我也要等了五分鐘才能喝到咖啡 你可能會說五分鐘很快 不是呀 在香港的標準 要買一杯咖啡 要等五分鐘 都真的太久了 那些人開始 這樣 但無論如何 回到加拿大 加拿大當然入鄉隨著 隨著 我做甚麼 坐太久了 回到加拿大當然入鄉隨著 好喝一杯咖啡 好喝一杯咖啡 真的很棒 有很多人說 Tim Hortons的咖啡很入 但是 入歸入 那種味道 真的沒有東西可以代替到 你喝了一口之後 你就覺得自己 嗯 我回到加拿大了 真的很棒 哇等了三年了 好 好 終於搞定了 車了 到車上 就要 搞一下鏡子 擦一下車 對嗎 接著又要 整個 電話架 又要接駁回 Gluetooth 哇 很多東西要搞 然後最重要 就是檢查一下自己的行李 在車上 看的 哈哈哈 現在我在做甚麼呢 現在我就要排隊 等 出 這個停車場 繼續是 加拿大式的節奏 很久 哈哈哈 但是 這個是可以 真的 生活的感覺 是 慢慢來 對吧 好 最後 上去公路了 你會見到 很多這樣的 大貨櫃車 就會在路上 奔馳 我盡量 就會離開他們 我想說 其實現在我開到都過了100 但是呢 還有很多車是快過我的 所以呢 我也挺想念加拿大開車的 哈哈哈 好了 我們 向著加拿大這個假期 和slash工作出發 遲些再見